说起PDD这个人大家应该都不陌生,而前段日子也是投身斗鱼平台,重新开始了直播生涯。而在其进入直播状态之后,也是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斗鱼的一哥。而要说到现在关于这个斗鱼一哥最火的话题,应该就是前段时间的溺水寒山号事件了。 而在当时PDD直播删除账号的时候,就连王校长也是现场直播间,连续送了50发超级火箭来表示一下,而随后有一个叫寻龙之手杰尼龟的用户,也送了一发超级火箭。 而据PDD自己的话说,这个杰尼龟用户就是那个隐姓埋名的吴吴开,在当时刷礼物之后,私信问他的时候,他只回了两个字书生,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谢谢他刷的礼物。 PDD也是大骂他太狗贼。从调侃中可以看出我PDD和吴吴开的关系还是挺不错的,而且就在前几天的直播中,作为斗鱼一哥的PDD也是表示,过一段时间将会去美国参加斗鱼上市的敲钟仪式,还想要带上吴吴开一起去,只不过随后又在直播间和观众说到那个男人不好带啊。